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史来推力最大的火箭 33枝火箭扎在一起升空 开始有些是不穿的 原来开始不穿的 亦可能是因为沙石卷起了 运营土打坏了火箭 一直有几个不穿的 整个星空不对称 方向和速度都不对 所以进不了轨 于是没有火箭分离 亦没有完美的升空或着陆 基本上故事是由升空时的火箭 导致之后的问题 但他提供了多小细节 这里也很快可以说一说 大家都知道在升空的1分20秒之后 就预算是失控的 看看他熬了多久 但亦可以上升超音速 亦可以看到他 就算是一个比较头重尾轻的状态 亦可以捱得久 即是他不会因为 咬一咬头重尾轻 整支自己去咬断自己 基本上在整个智慧发生之前 他仍然是整支一条过 没有分离也没有解体 直至到他的智慧系统 变成了才成支爆了 但他的智慧系统 Elon Marks 提供了一个细节 就是说 明明他应该是早40秒的智慧 但是智慧的指令 最后成功地智慧 差了40秒 所以其实 3分20秒就要爆了 但是4分才爆 他看到的就是 整件事的结构比他想象中硬正 但是不理想的地方 比我们想象中多的 就是整个自我毁灭系统 原来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理想 那刘代下次再改进 基本上他那些火箭剩 剩下的后备那些 有十支剩下的 所以他将今次的发射台 整好 将那些火箭 亦都调好 等那个智慧系统 亦都整好 之后 基本上他在说 两个月后 就去重新发射 而且他有信心就是 下次发射的时候 就会有80%信心 是会成功的了 如果问他 如果是一年内 他说一年内一定可以 一定做到出来 所以都挺快手 他这个人也说 口气很大 万一不行 那些股价又再跌过 但他对他来说 我想也不是太着意 现在是世界首富 也不是一个问题 这些股票是上上落落 不过如果他说六至八个星期 你估计他有什么东西要改善? 他说六至八个星期 首先要建好发射台 刚才你说的那个撞 是否火箭以外的东西 是放进了引擎? 是火箭自己喷射的时候 整个发射台就浅起了 整碎了石 石打上去 是一个太多东西撞累了 所以他这次就是说 发射台本身 他没有想过造成 发射台和周围环境 这么大的破坏 他们说下次 就要加上一块水冷钢板 令到东西噴下去的时候 有一块有水冷的钢板 就将热带走 到时你会看到很多的 就是有很多的能量 就会由水那里带走 就不会完全去弄烂 周围的东西弄得很厉害 而且钢板本身硬硬一些 他说原本是想用的 但是说弄不及 所以就没有用到 而且他们预计 那个石施发射台应该顶得住 怎知原来就顶不住 即是说那个火箭结构 本身的硬力超乎了 他们想像 但是发射台本身的硬力 就被他们高估了 所以去执行是执行这些东西 细节是细节 如果是理论层面 就没有什么的脱漏 现在说 他将会花20亿美金 今年花20亿美金 在这个Starship计划里 是相当少钱 是很少钱 这个真是 如果NASA听到 真是便宜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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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的合约是3.75亿美金 即是三十几亿美金 是三十七亿美金 现在已经花20亿美金 最后是否需要用到尽 可能也未必需要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整个项目是要2025年交货 现在说的2023年已经花20亿美金 他有目标是想着今年这支元素应该 即是应该完成 去到2025年 这支元素就准备好帮你带上去 现在就要做试协成功 这个阶段便要是20亿美金 他就说了12个月内一定可以完成 对于计划来说 我们没有太多特别的怀疑 我们要再追踪一下 是什么时候完成的问题 既然他没有什么要说,我们先谈谈香港 我们很久没有谈谈香港太空馆,我很久没有去过 不过最近走到看到那个Poster 是的,很多国大地铁站都看到 如果你说谈谈香港的事,我们上周也谈谈一宗 香港大学有一个很好的天文研究 我们上周也谈谈的,关于一些暗物质可行的形态 但这又关于香港太空馆事 我们做一下免费宣传 我觉得一家大学绝对值得看些东西 香港太空馆天象电影3D 飞便便宜,今次的主题是航行者 航行者计划为何要翻炒来说呢? 一个由1977年发射的计划 他先后在一个月内发射了两个太空探测器 拿来在太阳系周围兜 然后就周围帮我们拍摄 数到今时今日,过了四十多年 1977到现在46年 其实已经完成了他要拍摄的任务 已经向着太阳系以外的地方去迈进 而且因为他距离太远的关系 他发射的信号很微弱 而且他本身的电量剩下也不多 所以我们要有效地去跟他 沟通搜集数据 基本上就已经很难了 所以这个计划一度我们就认为 超额完成了 拍到我们想拍的东西之余 亦都比我们想象中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 去到太阳系的外围 一些未知的地带 发射一些讯号 本身就已经超额完成了 但是呢 我们说得这些东西出来 就不是只是为太空管宣传 但是我觉得又很巧合的就是说 刚刚这个星期的新闻公布了 就是说这个航行者的计划 我们原本要这个太空探测器退役 现在延长复役 这个就很精彩 如果他要收役的话 他终于没有电 还是他自己本身的结构会散? 他自己本身是用核能的 他用核能来提供电 电本身会越来越少 你想想都经历了40年 另外最麻烦的就是 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 你要发射一个 够强的讯号 1 over r square 就是平方反比的讯号 你去得越远 其实就算电不跌 基本上你都要用强的功率 才能够接收得好 所以我们就一路计算 他就应该 没有可能再发射到一些很有意义的东西 你要拍照 把照片去射回来 你想想是一个1970年代的技术 即是拍到一些东西还要射回来 他本身上面的运温的讯号 以及那些记忆的讯号 其实很少 我们今天可能随时一部手提电话 已经超越了它的性能 当时1970年也未有 现在我们的desktop的电话 也未有 是的 其实现在很容易就是说 我们随时 大家用的第一线的手提电话 里面的运温功能 已经比以前 数十年前的人造卫星 所以那个性能上也有限 但是现在 有一件事值得说 就是 为什么他们凭什么 认为这件事可以延细 原来他们有办法 继续和这个仪器 保持沟通之余 还可以发射到 他就发觉 其中它里面有一个元件 这个元件是为了什么呢 是一个叫做保护的元件 如果突然之间他遇到一些很强烈的辐射 风暴 令到他那个电量 是很高低起伏 他有另外一套的装置来去保护着 令到他那个整个系统维持稳定 是用来救机用的 那堆这样的电路系统 里面是有电量储存在 现在就是说 其实旧东西 迟早都玩完了 你留住后备 之后他遇到什么的意外 因为你也不需要用那个电能够能够用的 不如拿起那些电来使用 于是乎 他们用了一个字眼 把他的供电系统 把原本是维稳的那套供电系统 连接给他主要的任务 好处是什么呢 令到他多了电用 以及他现在处身的位置 已经是离开了这些海王星轨道以外 一个叫做Heliopost的地方 差不多是太阳风吹到最尽头的地方 因为你去到最尽头的时候 太阳的影响越来越少 反而是由太阳系统 和外面的星际物质 做主宰那里的太空气象 那些地带 可能那里有很多其他离子卜射 是不关太阳事 是由宇宙其他空间来的 这些地方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没有想过 可以这么容易取得到资料 既然航行者 那个卫星 他好像两个其中一个 现在就想着燃役 不如他们去到那里 我们认为他已经离开太阳系 不如就在他离开太阳系之后 那个阶段 再试试拿一些电池出来 再从那里 将那里夺数据发送 令到我们将在太阳系外围 他知道更加多 所以 又成为了一个新的任务 我觉得非常精彩 他一个影响过什么 他未必是真的拍摄影像 因为你除非经过一些主要的星 你可以拍摄 我觉得更加重要 就是将那里的一些 电池数据去拿回来 你那里 当然你看到什么信号 你可以拍摄 你那里的天线 他接收回来的电池波信号 会是怎样 亦都反映到那里附近 有多少是离子化 还有电场磁场的资讯 基本上就由 那个电池波的测量 可以收集到 将它射回地球 所以由这些很 紧有的数据 我们可以知道多少少 在太阳系的边缘 到底 物质状态是怎样 我很希望 快点有数据可以看到 一个 四十多年的任务 竟然永不止息 又给到新的任务 还可以去 是 但是他去到这里 大家知道 宇宙很好看 其实他是不是有很多段时间 他根本什么都拍不到 要隔很久 撞对才能取得一些讯息 其实在太阳系中间飞的时候 他主要是映到一些星体 他希望映到某某 其实中间有些很仔细的 我不记得了 那些土星和卫星 你看到天王星 有些是怎样的 主要是映到这些 因为我们的太阳系本身 最重要的主角是这些 但是如果去到太阳系以外的星际界则 最初完全不是这个计划以来 现在就硬要去做 那他最终的命运会怎样 这两个的探测 其实就越来越没有电 越来越远 就算他收到的讯号越来越微弱 慢慢就断绝沟通 但是他会继续飞 他会继续飞 根据牛顿的定论 如果你不干扰他 其实他一路会 他一路会继续飞出 那当然你问我 希望他越来越挨得久越好 除了我们能够探索到 灵敏度提高 就探索到更加微弱的讯号 于是他更加远 继续发送下来的时候 我们继续可以跟他沟通 以及得到他的结果 这是最好的 但是你知道 距离我们的太阳系 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是以光年的距离 那他有没有可能 我们不是说我们收不收到他 他有没有可能 一路会继续飞 如果他不烂的话 他可以飞到 那么远的星体 最近那个四光年 光约走四年 是 但是他飞的方向 就不是去到 那是Proxima Centauri 你说如果真的向那里飞去 你应该有智者事竟成 应该飞到 应该飞到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呢 因为如果那里有外星文明的话 咦 有个人做的探索日飞来 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是吗 你记得以前他做过project 就是把一块的地板放上去 对 就告诉你那个方位的位置是怎么样的 地图在哪里 有什么东西 甚至上面有个Soundtrack 对啊 这边有很多科学人上场 会不会去某某地方 把这个航行者撿到又怎么样的 但是现在这个航行者能够累积到 速度可以飞离开太阳 是已经不容易的了 要飞离开太阳 它要拥有的速度是以你开头 你要给它每秒过20公里的速度 你要脱离地球的引力 每秒8公里 每秒11公里 你再要逃脱远一点 你一定要去航行本身要够快 现在它已经飞得很远了 理论上它因为太阳的引力关系 也会慢慢减速 但它就应该太阳没有足够的引力 令它减速到会回头 所以它才会继续向外面飞出去 这样的意思 但是它整体上来说 除非有新的东西吸引它 否则它就会越来越慢 离开我们的太阳系 所以慢是相对的速度 相对于我们的地球上 看到它的观察是速度 是的 这一节我们在这里结束 下一节再回来 梁感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 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 梁感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 留言 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 一直支持梁感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уп赞 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剧场 给 点赞 点赞